好了,各位怼怼团的团友们,我们下一个景点,良宁省葫芦岛市水中县,酒门口水上长城,到景点之后,就半个小时停留时间啊,抓紧时间上车手啊,抓紧时间拍照啊 半个小时那能干嘛呀,那个长城,长城多大跟你没有关系啊,多大你也进不去一串呢,你就跟外边拍拍照,证明你来一罐就得了 那你外边拍照,你不让长城飞好啊 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五位级景区,那门票得多少钱呢,尽管花多少钱来的不知道吗,下车之前啊,每人一个桃,是不是都坐渴了,坐累了啊,当地的黄油桃特别好吃 五块钱一个,每人至少买八个啊,下车之后,以交费为转,交费了你就下车拍照,不交费你就个车里等着,车上没有铁条啊 我钱那桃,咋的,拔块,拔一斤呢,一个,别人都五块,你拔块,早点快,你别下车,给车上搭一张 你那桃保守吗,不保守,不保钱,就这价,不买还不行啊,别那些话,听说没有,我发现这些游客画展都这么密的,哪个省呢,通过录的啊,手机放下,不用录啊,自己花多少钱,心没点B数吗,198,6天59,还管饭呢,放下吧,录也没用,哪高不好时啊,就半个小时时间,抓紧时间上厕所,别老拍照啊,没时间等你,车不等人,到点就走啊 你这也太不人性化了,能丧良心呢,对啊,丧良心,那没有点泯灭人性,丧良心的精神,能干了这活啊,高点时间啊,带好贵重物品,准备下车了啊 大家好,这一期的影片呢,要集中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在今年的这个夏天啊,现在的这个暑假,在中国墙里边旅游,会遇到的一些这个独特的体验,为什么在今天要做这个影片,是因为在这个去年,在2022年的时候,狗哥呢, 是做过一个关于这个中国假期旅游的这么一个影片啊,是在这个去年,10月份这个中国的国庆假期期间,当时啊,中国呢,还在最后坚持这个所谓的防疫,还处在这个最后坚持清零的那个阶段啊,结果呢,那个中国国庆假期,对于很多出门旅游的中国来说呢,最后就变成了一场大的灾难, 那个情况,估计现在正在看这个影片呢,不少的中国网友呢,都会还有印象啊,甚至说呢,是有人呢,就亲身经历过去年的那种,你出门旅游,然后呢,就被强制封在外边呢,那种灾难 今年,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所谓的防疫呢,它是结束了啊,中国墙里边这种生活呢,是所谓的啊,恢复正常了 在今年,中国政府呢,它面对这种不断下滑的中国经济的状况呢,它是糟心的不行,它一直呢,在大力的推,所谓的这个中国的内循环 其中主要呢,就是它在大力的推,中国的老百姓呢,要去花钱,要去消费,要敢花钱,要大胆的花钱啊 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国内旅游这方面,他们呢,是希望,在这些方面呢,要大力的去拉动中国的内需 从而呢,会拯救中国的经济 这个呢,是中国政府,中国官方,他们的一种非常美好的想法 但是呢,你现在,在中国墙里边旅游,它实际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中国人会不会,在这方面呢,去花大钱,去大花钱 今天这个影片,狗哥呢,就主要呢,给大家呢,展示一些真实 当然了,狗哥在这给大家展示的,只能是中国墙里边的一点点的真实 但,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真实 大家呢,就可以完全感受到,现在在中国墙里边去旅游 特别呢,是在这个旅游的旺季 在中国的这个节假日里边,扎堆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特的体验 会遇到哪些很糟心的事 先说一下啊,影片开头,大家刚才看到的小视频呢 狗哥知道,这个视频呢,它是摆拍的 是中国墙里边的这个自媒体,他们这个表演的摆拍的啊 是用来展示中国墙里边存在的很多这种旅游团导游们 他们的形象 墙里边很多这个低价格的便宜的所谓的旅游团 他们实际上都是这个样啊 就虽然导游们,他们说话难听的程度呢,不太一样 那接下来,狗给大家展示的全部都是真实的 希望这些视频呢,大家呢能够看得这个开心啊 和惊心 在国道看风景都不行是吧 对,你看风景这样看,用来手机拍照 怎么样 不让过去是吧 咋不让过去,走路都不让过 要买票 要买票 咋不让过去 早说啊 怎么说啊 怎么说啊 走路都不让看是吧 走路都不让看是吧 这是景点,不用看 不让不是景点,拿的是景点 大自然的东西啊 大自然的东西是景点,这是国家A3级临序 A3级 这个是叫什么,卡洛拉 卡洛拉冰川 这个要买票的 要买票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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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二四级国道还是什么 这是什么国道啊 国家三十九国道 三十九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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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国道看风景都不行是吧 对 你看风景这样看 用来手机拍照嘛 拿手机就不能拍 景色就用来看又要买票 凡是来留的都是要买票 要是国家路边景区啊 站在国道上看风景也要买票啊 不是 这个是国家路边景区的 路边景区 所以不是像那么做那些 那些路边有一定的距离 这个和景区只有 最终也是一两公里真的 我也想你们在那边 这边都叫出来 对啊 你刚才弄个签 你们领导叫 领导骂我 我不是想你要带领导骂我这边 领导为啥要骂 领导这定了必须不合理 你要跟他 所以定了 所以定了国家艾塞去景区 等等有 那你的景区明明在那边 在这不是景区吗 这哪儿景区 景区明明是在你那边 景区是这个啊 这个山迁起来 整个国道迁起来 就景区了 要买票才能看哦 对 买票的话 有四个景区都是通料的 真的 那你的意思 没买票看都不准看 是吧 不是景区是用来看的 是不能拍照 还是不能看 两个都不能 都不能是吧 走在国道上都不能看哦 刚刚经过一个卡点 莫名其妙的一帮人敲车窗问你要去哪里 我告诉他们要去日喀泽 然后他们就警告我中途不能停车 不能下车拍照 一帮人凶神恶煞的 刚好外面现在在下雪 我以为是遇到节道的土匪了呢 我开始没闹明白 后来开过前面的弯道才算领悟了 原来前面是卡若拉冰川景点 刚才截停我的人 估计是当地景点的工作人员 这里是349国道 从浪卡兹到日喀泽方向 外面正风雪交加 突然出现这么多人把你的车截停 你说吓人不吓人 现在景区的工作人员都这么厉害了 国道上就能随便截停旅客的汽车 过了这个转弯就是卡若拉冰川了 由于外面正在下大雪 我当时又没穿厚衣服 就没有停车直接过去了 另外心里还有些余悸 如果是真的停车 没看到冰川再让人揍一顿 想想还是赶紧赶路的好 不知道大家开车走到这里 是不是跟我同样的遭遇 大家可以进来说一说 我们只是路过这是国道 这是国道 这为什么收费 哪个国道 这个是国道啊 要是国道啊 不是啊 这什么为什么不是国道 导航提示这是214国道啊 国道能收费吗 这个这又不是高速 这个不是国道呗 导航的提示是国道 这不是国道是什么 你在乱收费啊 啊 你觉得乱收费的话 那怎么办 那我只能打电话投诉了 执行 啊 我们只能打电话投诉了 这个 我们打给你们你们这个区域的 我只能打给你们这个区域的单位上了 你们这是完全行不通的 你们这乱收费的 那是说我们在你这里露营 我产生了垃圾 你说要收费 这是很理解的 你们也要 我们只是过道 我们只是走这个国道过路 那我跟你说啊 嗯 比如你过去前面车上扔垃圾的 还没有谁来捡 可以啊 你如果能抓得到我 我十倍百倍杀给你都可以 我只是过路 我又没跟你丢垃圾出去 那我现在不可能让人说 你这个人不扔垃圾 他是扔垃圾 只要我呢 你这是留外收费的 你可以啊 你全程进入我们了 你拿你领导的东西过来啊 你拿你领导的 我们看我给你钱 你这样直接说收费 我凭什么这样就可以收费吗 这是国道呗 这不是国道呗 这不是国道呗 这不是国道你修的吗 你修的吗 这是这个景区的路呗 景区的路 景区的路也不能收费 没有收费的道理 你要去拿批文给我 要不你就把这个绳子拿掉 拿掉绳子 这个我们就是这样收的呗 你这样收费 没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回事 啊 你们这收费行不动 还这样一拉一条绳子 此路是我开吗 还有这回事吗 这是强大行为啊 真的 那我不知道 拉绳子还强大的话 都不知道啊 那你这样我也直接走啊 这有什么办法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珠峰大本营 我们买了大巴票上来 不让开私家车的车上来 必须得转成景区大巴 120块钱一个人 上车以后等50分钟充电不发车 原定40分钟车程 开过来以后用了50分钟 到了这边干嘛呢 到了这边就被别人兜售帐篷 因为你看不到任何的景色 你只能在这住一晚上 等明天怎么看了 这个帐篷是住两个人的帐篷 现在卖给你 卖多少 800块钱一个帐篷 对 然后说是可以住四个人 只有一米二 不安全 钱不说贵不贵吧 其实不安全 有安全一块 四个人在一个原定两个人帐篷里面 请问怎么住 我现在觉得从门票 从景区到这个大巴 旅游大巴 到把我们带到这个 所谓的珠峰大本营 这黑暗户 这一来是完全的骗局 是一套做戏做全套的 我后面还有三四台车 我想请问后面三四台车 一百多个旅行者 他们做何感受 他们上来干什么 我这个点上来干什么 就是来当水鱼被宰什么 来这是七百的帐篷 我要给大家伙拍一下看看 长什么样子 挤都挤不进去吧 挤都挤不进去 淡定一点 先别出能量 您好 您好 订了吗 订了吗 订了 一个吧 看看真实的这种兜售的 丑丑恶的样子 就是在这兜售 就是在卖帐篷 所以不管是对是错 是明智之举 还是一期用事 我们下来一张照片也没拍 决定直接上哪罢了 我觉得他们在消耗他们祖先给他们积的德 在消耗祖先们给他积的这些福分 在消耗全国游客的信任 千万不要来西藏昌都芒康的千年盐田景区 当你把车开过来的时候 一群小孩不顾危险全部冲上来 拔你的门敲你的玻璃 这群小孩的话术很高明 他们甚至会道德绑架 总之你不买你就别想走 进入景区这个村庄的时候 会有很多成年人在售卖他们的生产的盐 无论你是否从前面的人那里买过他们生产的盐 他们都会抓住你不放 你不从他们每个人那里买就别想走 有一个成年女的向我推销 我当时在拍照没有搭理她 她直接就骂我是哑巴 她看我掏出手机要录像 她直接就喊人周围的人过来把我围起来 听到地人说这些人去年 直接每天跑到国道上拦车去卖 今天的好心情全毁了 什么事 库轮呢 库轮起 银沙湾 损不损 这我先给她挠啊 哎 我损了 咋你不扒太车了 扒太车了 咋不到太高 这太损了 看景区买的啊 损不损 看干嘛 看 看 看 这银沙湾以后都少来吧 整个上杠 压底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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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雷啊 还没雷 这都走一走啊 这给沙漠的玩可要注意啊 以后这沙漠的少来吧 换别沙漠玩吧 好好探一探啊 这么花钱把门票进来把车都给炸了 然后他补胎 贼乎乱贵 不给天台 不给天台 补胎花一千多啊 这还留着呢 好呀 好 你进来啊 给警察打的话 警察说不管 给警区打话 警区说来下回来 给免门票 你就啥用啊 这玩意儿呢 这警区公园院看看啊 咱们可都是花钱进来的啊 你看你可以调车牌号啊 是录像啥的 你都随便调 你看咱们这些是不是都花钱进来的啊 花钱进来 警区也都整这玩意儿了 然后补胎该无拉贵 补一根他也那妈的气死啊 谁时候来聊啊 这几个视频呢 大家应该呢都能够看得很明白 前两个视频 都是在西藏的一个旅游景点附近 叫卡若拉冰川啊 附近拍的 视频反映的情况呢 就是当地警区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们是为了让自驾游的这些个游客们 都买票进警区 所以呢他们呢 就在这个警区外边的公共道路上呢 拦车不允许游客们在道路上停车 不允许游客们在道路上下车以后 观看路边的风景啊 不允许他们在路边拍照啊 视频反映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达拉果在这呢 也要说一下啊 就是在视频里边的那种有护栏的公路上 你这个随意的停车 随意的下车 这种行为本身 其实呢 也不安全啊 这种行为呢 其实呢 也不合适啊 但是呢 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在这呢 就不讲了 视频本身它反映的最主要的就是 中国墙里边现在的很多这个旅游景区啊 他们是费尽心思啊 他们是很不要脸的在逼游客必须要买门票进行区的这种行为 那这种行为现在在中墙里边呢 是很普遍的 像前段时间搞的这个很火的啊 在中国的陕西省 把著名的黄河湖口瀑布附近的这个道路边上都建上围墙啊 要防止游客们不进景区在路边偷窥黄河 那个事跟西藏的这些景区的操作其实呢 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都是一个意思啊 都是他们要逼游客花钱买他们的门票 第三段视频呢应该呢也是在西藏啊 是这个有当地居民在国道啊 在公路上是私自的这个社官卡啊 私自的拦路收费 你如果说不交费 他们呢就不允许你这个自驾游的游客啊 开车通过 在狗狗的认知里 像这种行为在中国墙里边 他出现已经是有一些年头了啊 而且呢这种行为呢 他呢也不只是出现在西藏 在中国的其他的不少地方也都有这种行为 就是当地村民私自啊 在这个道路上设关卡啊收费 第四段视频呢也是在西藏 是传说中的这个珠峰大本营啊 攀登这个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的那个大本营 拍视频的哥们他讲的他的遭遇 大家肯定呢也都是看明白了啊 狗狗自己也认为呢 这个呢就是一种套路啊 就是在逼游客们花钱要住他们的帐篷啊 逼游客们在他们这过夜 第五个视频是在这个西藏昌都的 什么叫千年盐田景区啊 有这个当地的小孩子 还有当地的成年人是对游客呢 要抢买抢卖 像这种情况在中国墙里边啊 他出现呢也是有不少年头了 第六个视频是在中国内蒙古 通辽市的一个叫银沙湾沙漠的景区 这个事呢是发生在今年的五月份 是有人呢在这个沙漠道路上故意的埋铁锥子 结果呢就导致了一些游客的越野车车胎被扎 大家都听到了视频里边的人 当时认为呢这些铁锥子是这个当地景区的人啊 故意埋的 但是呢在后来当地官方他呢是啊 说经过了所谓的调查以后宣布 说这个呢是当地的一名村民他故意放的 说这个呢是因为之前这名村民他家的耕地呢 是被游客的越野车碾压了之后 这个村民呢就心生不满 用这种方法对游客们进行报复啊 这个呢是当地官方的说法 然后这个暑假在中国墙里边的这个旅游方面 最近还出现了一个真实的大灾难 应该有网友听说了啊就是在上个星期 是在新疆的罗布泊无人区 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探险车队是开进了这个无人区 结果呢发生了其中的两台车陷进沙子 最后一共呢是有四个人遇难的这么一个大的悲剧 啊这四个人呢是在这个地面温度高达60多度 70度的这个无人区荒漠里边是被活活热死的 那这个事他最详细的真实的情况现在呢还不是太清楚啊 但是呢可以确定了一点就是这次出事了呀 其中呢有中国富人家的孩子 有中国这个有钱人家的孩子 因为他们当时开的车据说呢都是这个桌墙里边这个售价呀 超过百万毛币的进口的美国稻奇霸王龙皮卡 这个呢肯定就是中国有钱人家的孩子 他们玩的东西啊他们认为开这么牛叉的车 穿越个无人区没问题很酷 但是最后呢就出来这么一个很惨的大灾难 最近看到中国墙里边的这个事儿 狗哥呢就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觉啊 就是经历了之前三年的大折腾啊 三年的这个清零之后在今年中国这个所谓恢复正常的第一年里边 好像是中国墙里边的穷人们和富人们都是变得更发疯了更疯狂了 他们的今年呢没有恢复多少正常反正呢是变得更疯狂了 特别呢是中国墙里边的这个穷人们 像这个影片里边反映的中国很多穷地方的景区 当地的民众因为他们受到这个中国经济下滑这种冲击呢是最严重 所以呢他们在针对外地游客搞钱的时候他们在仇富的时候也经常呢就会变得更疯狂 这个呢也是狗哥自古以来的一个看法就是经济越下滑 穷人们他们遭受到的这种冲击呢就会越严重 穷人们受经济下滑遭受的冲击呢是最严重的 结果呢就是穷人们他们呢就会变得更危险 这个呢其实也是当初中国共产党他能够在中国推翻国民党统治最大的一个秘诀 就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当时呢是成功驾驭和操纵了中国最广大的穷人们 所以呢这个得屌丝者得天下这个道理啊自古以来到现在在中国呢都是适用的 好了今天的就聊这么多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啊拜拜